观众朋友们,现在又到了言归正传的时间 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聊一个为什么中国的国运会从改革开放的鼎盛 到今天逐步走向衰落 实际上就是习近平的三句话 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因为这三句话决定了中国由胜而衰 我们常常说看一个人叫做观其形,听其言 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对于一个极权国家来说 观察独裁者的言行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从中遇见到未来政策的走向 或者他还要折腾什么 所以非常的重要 习近平的三句话决定了中国今天从改革开放的鼎盛 走到今天的衰落 并且还将继续衰落下去 决定了中国的国运 哪三句话呢? 我们就来掰扯掰扯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是关于外交政策的 2009年当时习近平还是国家副主席 就曾经出访墨西哥 在出访墨西哥时就会见了当地的桥里 他突然在讲话中就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有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外国人 这个经过我们找麻烦 我们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 三不去折腾你们 还有啥好说的呢? 就这句话大家想过没有 其实就是习近平战狼外交的思想基础 我们可以来分析这么一句话 有些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外国人 那外国人怎么就吃饱了饭没事干呢? 无非人家呀关注人权 就对中国人权状况有指责有批评 习近平认为就是吃饱了饭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思想格局 跟整个世界可以说格格不入 然后就说了我们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 三不去折腾你们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它就显示出一种对抗 就是你老外总是欺负我们 你在百年之前八国联军 这个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你不停的折腾我们 欺负我们 所以他的内心存在着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即使他上任以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出了很多漂亮的词汇 其实他的思维之中也就是战狼外交 所以说战狼外交并不是说吴京的那部电影叫战狼 所以大家才出现一个战狼外交 不是的 实际上习近平在上台之前 他就有意要与这个世界对抗 战狼外交啊 我们就可以来回想他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外交政策的一个颠覆 邓小平的外交政策 大家很清楚 叫韬光养晦 他曾经说了很多 他对江泽民第三代领导人就说了 我们不能当头 我们要韬光养晦 这个政策五十年一百年都不能改变 我们不要做第三世界的头 因为这个头我们做不起 会让我们失去很多主动性 他说了很多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要说韬光养晦呢 其实源于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判断 就是说你对抗西方你没有资本 现在呢 我们要装孙子 一旦将来我们强大了以后 那就不需要再韬光养晦了吗 习近平之所以 抛弃韬光养晦的政策 并不是说他背叛了邓小平 或者说抛弃了邓小平的政策 只是说他对世界的判断 跟邓小平的判断截然不同 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从站起来 富起来走到了墙起来 不需要韬光养晦了吗 是吧 韬光养晦是一个策略 你不能一直韬光养晦下去吧 当你国力强大成为世界的中心的时候 你当然要选出你的本事 这就是习近平的想法 其实习近平走的还比较远 他不仅是战狼外交 还加上人质外交 反正总的一条就是对抗西方 这个战狼外交呢 有这么几个内容 第一个呢 是言语上的进攻性 其实从习上谈以来 他就在告诉外交部的官员 你们必须要转变 这个其中呢 转变最快的 就是现在的外交部长王毅 王毅呢 其实原来呀 他是一个比较温文尔雅 因为当时周来吧 讲外交 就是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 那么讲要彬彬有礼 就是说 我们即使不高兴 我们也需要通过言语的温和 来表达我们的不满 而不是说进行一种对抗 你看中国现在战狼 有杨洁篪 王毅 赵立坚 这个华春莹 还有什么卢沙野 李小民等等 都是称了著名的战狼 但真正最大的战狼 其实就是习近平 当时的江泽民 把邓小平的外交政治 曾经总结了27个字 就是说我们要沉着应付 冷静观察 韬光养晦绝不当头 有所作为 等等 所以习近平只是他对世界的判断 跟邓小平出现了不同 他觉得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 中国要平起平坐 甚至我们要领导西方 那么这么一个决策 或者说这么一个对外交的定位 就决定了中国走了第二步 其实在十九大的报告上 习近平就说清楚了 中国要开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说白了 就是中国现在要当头了 所以他就联合俄罗斯 北朝鲜 叙利亚 还有伊朗 等等这些威权和极权国家 他要开始当头 并且中国在这方面 还是做了很多事 比如说一带一路战略 其实就包含着地缘政治 有些地方国家还不起钱 太平洋党国 那你就把码头给 租给中国 中国就可以派军 你看这跟邓小平时代 就出现了截然不同 美国在海外有布军 有军事基地 中国也要有军事基地 我就要跟你西方为首 美国为首的西方 我也要分庭抗礼 然后我们有金庄五国会议 你看看在南非 今年举行的金庄五国会议 我们还有上海金河组织 这一次在西安 这个宫旅 太监 拿着灯功灯 赢了这些领导人 这些领导人都没见过这个场面呢 怎么怎么搞得这样呢 显示中国大唐气派 就显示中国富翔起来了 不得了了 那你看看人家俄罗斯 多么寒酸 中国多么强大 其次呢 也开始有中国的 这种主团 比如说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 按道理说呢 中国应该谴责俄罗斯啊 我谴责你怕什么呢 就像印度的穆迪说 现在不是战争的时候 所以完全可以 这样因为当时啊 因为中美出现贸易战以后 欧盟啊 他就成为了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所以你要是谴责俄罗斯 对欧盟 应该说啊 是非常好的一个 改善与欧盟关系 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但是老习坚决不谴责 并且呢 他对俄罗斯的看法 与普通人是截然不同 比如说清华大学 有一个报告 就是关于外交政策的 就认为这个俄罗斯啊 对中国没什么价值 老习大笔一回级上面 批示就是胡言烂语 他根本就听不尽学者的看法 他认为很有价值 原因是什么呢 他就在跟普京 他出访俄罗斯 离开克林姆林公司 跟普京说了一句 意味深长的话 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在到来 我们要共同应对 也就是说 中国要跟俄罗斯 成为不无结盟的盟友 共同抵抗西方 因为普京跟习近平两人啊 在内心都有一种帝国的梦想 或者说他们两人都是极端的民族主义 就认为中国 我们要有大的土地 要有广大的民族 我们是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 普京就说 如果世界上没有俄罗斯 还要这个地球干嘛呢 习近平就说 如果我们经济上去了 共产党失去政权呢 那这个经济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战狼外交 由此演发 人质外交 人质外交呢 体现在孟晚舟这个事情上 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 因为呢 帮助伊朗 跟他进行贸易交易 就被美国抓住了 美国呢 他跟加拿大有司法协议 孟晚舟呢 到美国看儿子 一看形势不对 赶快逃到了加拿大 正准备回国在机场 就被加拿大皇家骑警 骑到马的 就抓住了 这样以后 老习就非常的生气 按理说 一个民营企业 你有这种必要吗 你从来对民营企业是不待见的 不 华为在老习的原理 其实他早就不是什么民营企业 而是国有企业的一部分 只是没有翻这个牌 因为任正非的思维啊 他是崇尚共产主义的 两人有 可以说心心相习吧 然后 中国抓了 加拿大两个 康明凯斯巴夫 都抓了 到时候呢 中国就说 因为他吃烫我们的情报 涉及国家安全 好 最后 美国 决定了 采取一种技术的方式 也不要加拿大 太难受 就决定了 释放孟晚舟 孟晚舟一登上飞机 康明凯斯巴夫 有的判的 康明凯斯巴夫还没判呢 就把你押上了飞机 就这样进行了一次轮质的计划 当然了 最近呢 斯巴夫在控告加拿大政府 他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在发布的一些资讯里面 因为斯巴夫跟金正恩关系还不错 做南北朝鲜的生意 我呢 发布了一些信息 但是被你们利用了 所以让中国政府误以为 我是你们的间谍 其实我跟你们情报机构 是八竿子打不着 所以要求加拿大政府 为他被迫在中国待了三年 做了三年的冤狱 要进行赔偿 两个国家跟他正在协商 中国就抓住机会了 你看看 这两个 康明凯斯巴夫 是不是情报机构 是不是 他自己都说了 事实上 如果大家了解案情 根本就不是一碗事 这就是战狼外交 战狼外交啊 就让西方人开始决心 双方进行了应对 你看看那个华春莹 再看看赵立坚 斜着个眼 这个语言 这个酸溜溜的 等等吧 就是极大的败坏了 中国的国际形象 战狼外交 最近 有人说 习近平是不是 要进行转向 要掉头 不搞战狼外交了 没有 进一步 习近平在接待外交人员 的会议上 就是一次 就是驻外使馆 因为要过年了嘛 回来续职 有一个会议 习近平就有个讲话 就说了 我们要成为一支铁军 战狼还不够 还要形成一支军队 你就可以想象 中国的这种外交政策 压根就没有转向的可能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是关于内政 大家发现没有 习近平执政十一年来啊 中国的内政就出现了 严重的流氓化 或者说黑帮化 你说这个秦岗礼尚服 突然失踪 常态 失踪的多的去了 你比如说义人士 失踪谁知道 新疆维吾尔人 被种族灭绝 关在其中营里 有什么道理的 没有道理 你戴着面纱 我就认为你恐怖主义 就把你抓起来 对不对 是这么一个 然后除了这以外 对民营企业 比如说对阿里巴巴 以反垄断的名义 我对你处罚一百八十个亿 你服不服 阿里巴巴的委屈啊 因为真正的垄断 是你国有企业啊 你比如说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那你垄断了石油资源 从来就没有对 民营企业开放过呀 那你为什么不处罚他呢 不对 民营企业是 共产党的补充 而国有企业是养命的儿子 因为国有企业 我可以自由认命 今天你当董事长 明天 我又派另一个哥们 去主政 要权有权 要权有权 但是国有企业 他有最大的一个特点 按照许晨刚先生说 叫软预算约束 我们简单的说 就是没有效益 因为这个财产是国家的 他就没有这份责任心 所以古今中外 凡是国有企业 都不创造效益 也没有创新的能力 而真正创新的 还是民营企业 所以中国在习执政时代 出现了严重的流氓化 我们可以从习的一句经典的话 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样 习在应该是之前 跟香港媒体披露的 有一次就对网管 就是网络监管部门的负责人 就说 这事不干也得干 干不好 提头来借 怎么提头来借呢 我们就可以分析这句话 就可以发现问题 第一个呢 它是以结果为导向 也就是这事了 不干也得干 什么应招损招 都跟我使出来 干不好 提头来借 那应招损招的不合法呀 对不对 你比你说 在之前 有些房地产商交不了房 或者房子质量有问题 这些业主告开发商 开发商就有一个办法 在开庭之前跟法院先沟通好 你出来就准备去上庭 他就把你在汽车上就围住了 说你老公插我的钱 你正在争执的时候 他就不让你走 然后呢 法官把这个法锤一敲 说原告啊 啊 不道庭 那么这个案 做测速处理 所以你看看 你钱也花了 利息也花了 但是最终呢 他说你自己测了案 原因就是流氓化 那这个黑帮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看看上海滩 天天是磊哄啊 天天是争斗啊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 就是习他脑袋里 没有什么程序正义 有些人说 就是说你光有实体正义还不行呢 那你必须每一个部门 每一个法律程序都必须合法 没有 习是以结果为中心 这是怎么干是你的事 我要的就是结果 你杀人放火都是你的事 我不管 结果如何 干成 有假 干不成 提头来见 所以导致中国官方 不可能走向法治 这是必然的 所以说 再一个我们再分析这话 提头来见又怎么回事呢 你 我做一个官员 你认为我业绩不好 你可以免我 我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复义 来生病 我觉得我做的还可以 对不对 你最后说 财定说我可以 可以或者不可以 这都是一个法律程序 但是在老习的眼里 就是说我跟你是军臣关系 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哪有什么法律程序呢 所以你就会看得出来 在老习的代理下 那中国的今天 还有什么法治可言呢 比如说最高法院 以前呢 作为改革的要求 WTO的要求 把裁判文书上网公开 这些律师啊 有些人员 就可以通过阅读案例 来分析中国法治的走向 现在关闭了 没有了 WTO的承诺不对线了 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跟你公开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问题 然后呢 以其之矛来攻其之盾了 我就很难受 我干脆不理你 我关闭 你看看 在北朝鲜 凡是极权国家 它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要把国门越关越小 关闭 所以说啊 中国 我在2016年 曾经在一次会议上 我就提出 我说未来中国的走向 就是全面流氓化 可以说不幸而严重 当然了 也有很多 人能知识 他们的观点 比我更加的深刻 之所以走向流氓化 就是说 一个极权国家 它是不可能走向法治的 因为法治叫什么 有限的政府 叫限制政府 限制是什么 就是限制政府 保障人民的权力 老习真正的依法治国是什么呢 他就是依法治老百姓 就是我制定很多条条框框 我不受法律的限制 来治理 至于说 那你说你如果真正的手法 那你凭什么废出 领导人论气质呢 你凭什么不进行民主选举呢 那不行 因为是有损共产党的权威 共产党的政权 我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 不受法律的约束 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你想 这与现代法治 有多大的区别 现代法治是什么 依法 就是法律率是最高的准则 每一个人 任何组织和机关 都必须服从法律 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这是中国宪法规定的 但在共产党眼里 这就是下策蛋了 最高法院的院长 都没学过法律 你看看美国 久坐征存 坐在最高法院 现在 这个 克罗拉多 拉多州 还有其他的州 宣布 川普因为1月6号的2020年 1月6号的动乱 这个2021年 1月6日的动乱 所以你没有资格参选 最州最高法院 法官裁定 就上到了 联邦最高法院 最终呢 有九位大法官 来定夺这个事 所以说每一个 证案例的出来 那些法院的学生 那就是认真的阅读 看人家怎么写 多数意见怎么写 把少数意见也写上去 人人都可以下载 你看看 这就是司法公开 这就是现代法治精神 那你看中国 是越来越走向文革 在文革中 你跟他们 能够讲理吗 是吧 你说啊 毛主席 关于刘少奇的判断 是错误的 沙头 他没有办法跟你讲理 公安五条 公安六条 就管了所有一切 这跟回到大清大明 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说啊 这句话决定了 习近平走向独裁专制 以上我们说了 一个是外交 一个是内政 其实还有一个 更要命的话 这句话 是一个管主的 决定了中国的 国运的衰退 那就是什么话呢 就是东升西降 当习近平提出 东升西降的时候 其实啊 他不是马上端出来的 他是当时 2021年1月17日 是由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 在一次报告中 说了 党的五中全会 五中全会什么时间开 2021年 2020年10月26日开的 就说习近平说 死与事在我们这一边 世界大事东升西降 后来呢 为了印证了后来 求是杂志 还判登了习近平 得从中青年干部的一次讲话 这个里面呢 他就说得很清楚 就是纵观世界大事 整一个乱字了得 我们比一比在抗疫疫情 对待疫情的问题上 中西啊 政府的治理能力 可以说高下立见 死与事在我们这一边 这就是东升西降 好 那么我们就要说 东升西降 他是来自哪里了 我的看法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有王滬林的贡献 王滬林贡献的什么呢 大家不要想看王滬林 说这个欲用文能 是个犬奴 对没问题 但是王滬林曾经是 复旦大学政治系 国际政治系的教授 他有自己一套的理论 在八十年代 他就脱颖而出 提出了什么呢 叫新权威主义 所以他提出的 其实比萧公勤啊 吴夏强啊 都要找 他们提出的是新权威主义 其实差不多 也就是说 中国这个大国 要治理 就需要一个开明独裁政府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所以当时啊 邓小平就说了 我是欣赏新加坡模式的 而王滬林呢 更正式通过新加坡的模式 来认证他新 国家主义 所以说啊 当时他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然后一九九一年的时候啊 王滬林曾经访问过美国 时间不长三个月 然后回去就写了一本书 叫以美国反对美国 他的观点是呢 美国是政治制度啊 是建立在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 和民族主义基础上 他必将败给东方的 集体主义 妄罗主义 还有啊 就是一种权威的这么一种主义 所以说呢 他必将啊 败给开明的这种专制主义 所以说 西方真正的 中国啊 这种东方大国 是必然会崛起 专制不是我们的包袱 是我们的财富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啊 理论的框架 然后呢 还影响了邓小平 这跟邓小平呢 可以 习近平呢 不是邓小平啊 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除了王滬林的贡献 还有其他的贡献呢 就是 秦华大学 胡安刚教授 就是胡扯 然后就自己就编了一些数据 然后说啊 我们在2013年就已经超越美国了 我们的在综合国力啊 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 还有很多方面 他是用数据的方式来模型 来证明 中国早就超越了西方 所以说啊 龙建先生就说了 这些犬鱼们呢 犬儒们呢 就讨好领导 就编伪造证据 数据 然后进行 鼓吹中国强大 最终呢 是误党误国 如果说我们要作为 找一个 无耻文能的标本 这个胡安刚先生呢 是当之不愧 不让啊 就说了这么一观点 其实啊 大家知道啊 当中国经济 崛起的时候啊 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苗头 什么 中国可以说不 啊 中国 厉害国 等等 一系列 在之前 就已经开始出现 习 是里面 他是一个是赞同者 同时呢 他认为 西方的 民族制度 必然走向衰败 而独裁专制 极权主义 必然大行其道 原因呢 因为民主啊 他当然有他的毛病了 民族有什么毛病 民族 你看看 B说 习近平 脑袋 一拍 桌子一拍 封城 1月23号 武汉封城 长达76天 上海 经济引擎 封城 4月1号到6月1号 就封了 民主国家不一样 民主国家的议会议员 要讨论 要辩论了 然后你封城可以拿出预案来 要保障民生 要避免二次灾难了 次生灾难了 所以说民主 当然就比较慢 比如说 有个地方 很有名的故事 叫洪墨房 说在普鲁士时期 德国 普鲁士时期 国王啊 站在自己的 这个别墅群 眺望远方 就发现前方有一个破败的 墨房 横杀风景 就说 跟部下说 拆了他 理想这些将军们 士兵们 就一拥而上 就拆了 墨房老头回来 哎 发现没了 起诉国王 法官判决 国王侵犯私人财产 赔偿 要跟他见了一个 最后呢 经过几代以后啊 这个墨房的主人的后代啊 也不想在这个地方玩了 就跟国王 当然是新国王啊 就商量啊 哥们是不是 我就卖给你算了 新国王说呢 钱我可以给你 但这个墨房要保持下去 因为它是我们国家法治的象征 你看看 完全是不同道 不同的想法 这就是道不同 不相 为谋 第三点呢 就是习近平跟红二代啊 有一个巨大的误判 因为当时他们就觉得 中国超GDP超越美国 指日可淡 按照黎丽丝默 他们的分析 大概几年之后 肯定会超越美国 现在你看看 超越了吗 根本就没有越拉越大 其次呢 中国的科技啊 跟美国可以比肩 中国啊 作为世界工厂 还要越来越强大 他这个地位不会改变 只会越来越强 第三点呢 中国啊 完全可以领导世界 所以老习一听了以后 自己的这种认知 加上王沪林的忽悠 胡刚刚的胡说 就杂七杂八成了 他自己的一个观点 于是呢 在疫情初步得到控制的时候 他就急不可耐地 抛出了这么一个观点 叫东升西降 但是事实残念 习房没有衰落 而习他却走向了衰落 看看今天的中国 跟别说跟 之前就是说 你跟胡温时代进行比吧 胡温时代成就了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今天呢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模式呢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经济出现了凋敝 政治倒退 文化能杀 叫黄中悔气 是瓦腑雷鸣呢 整个国家 失去了方向感 经营失去了安全感 老百姓失去了希望感 整个习近平政权 整个习近平政权在高喊东升西降的时候 却进入了垃圾世界 他的覆灭和他的末日 我们都看得见 不会很长 所以说呢 三句话代表了他的认知 代表了他的知识结构 也代表了他执政的思路 这种执政的思路 也就决定了 邓下平改革开放的终结 也决定了中国的国运 由长盛走向了衰落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下周的言归正传 我们再见 谢谢